大塊牛肉手工製作的麵條 美味的湯頭 這一碗碗料多未美的牛肉麵 讓人垂涎三尺 食指大洞 更特別的是 這些牛肉麵都經過國際認可機構 針對肉品 麵條 湯品進行稽查 最後或頒優良店家認證 店裡面去檢查的時候 非常的嚴格 比衛生機在檢查還嚴格 所以我們知道消費者 安心來吃我們的麵 所以不用擔心說 我們的任何這些參加這些活動的 他們的食品 肉 麵什麼 都有問題 沒有 完全沒有 一定是真正有OK的 可以來吃的 這25家牛肉麵店面 在台北市牛肉麵交流發展協會的協助下 更透過台北市商業處指導 結合教育訓練以及輔導講席 再經過幾個月的認證機制 終於得到好店標章 我們最主要就是希望讓消費者來到我們的這些優良店家 不只是美味 而且要用的安心 用的放心 再來就是我們也會即將在我們有一個官方網站 我們會把它的一些像它的生產理率 它的食安 就最主要我們這些食品來源 這些都會做一個溯源 做一個管理 整個牛肉麵的營業額就是已經在台北市的部分 都已經超過10億元 那這邊的話也都是大家的一個努力的成果 現在食安問題頻傳 商業處表示 未來將持續輔導更多的餐飲業者 參與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認證 而牛肉麵交流發展協會 也將邀請更多店家參與 希望讓民眾吃得更安心 開播大台北市的新聞曹德華 採訪報導